我以前在台北住院之前 就做洋装 做套装 财布 自己做自己裁 从打板到完成品 67岁的秋月阿嬷一手包办 三平大的工作坊 回荡缝纫机的声音 每天利用四小时替花布重生 这个把它固定 等一下再 对它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了效的部分 因为它是所谓它的知能活动 秋月阿嬷因为罹患 思觉失调症住院长达20多年 目前卫福部预理医院 收治全台2200多名精神疾病患者 光是祥和院区就有600多位住民 医院也积极推动怀旧治疗改善病况 过去的一些记忆 让它能够回想到过去的记忆 儿时的记忆 目前有实证证实说 其实对它的一些精神症状 或者是认知功能 或者是一些生活部分 都有明显的改善 即便它们跟其他人有些不同 仍不放弃自我 在一次次的工作训练中 找到人生价值 大爱新闻花莲 正好报道 就像不上乱